廚師顯廚藝 今天我們有主廚莫耀文文哥 教我們做這個牛柳 文哥, 你好 你好, 大家好 謝謝你上來 說到你這個牛柳有什麼特別? 跟一般外面的醃法有點不同 這次我採用了天然的材料 蔬菜去浸這個牛柳 這次我會做兩種食法給大家 是, 但同一種醃的方法 是 好, 既然是這樣 看看你這個菜是怎樣醃 我們這個菜汁的材料 有些西芹、甘蔥之類 也很沉悶, 帶給我吧 我幫你, 讓我有機會玩一下 師傅過來, 我想問一下 看到這裡有很多材料 是 是不是全部放進去? 全部放進去 有蘿蔔, 西芹 芫茜 有乾蔥, 有蒜頭 有洋蔥 是, 好 好, 加點水 好, 你告訴我加多少? 好 加點水 加多一點就容易 打一點 快要過了 好, OK 好, 要打得怎樣? 輕輕打就行了 好, 停 不行 真的這麼快嗎? 是的 現在你可以替我隔起來 有機會讓我參與一下 很有趣 出來後是一些菜汁水 是的 好, 這個時間我們再加少許調味料 是 那只需要一些水 是的 好, 那就將這些… 很快 是的 有些水 我們放在這裡 我們的調味料有一點點黑椒 蜜糖 醬油 你可以一邊放一邊攪拌 是 這樣會比較均勻 均勻一點 最難攪拌是蜜糖 稍微濃稠一點 然後這是什麼? 都是調味料 調味料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… 可以放些肉 是的 我想問通常菜汁那裡 有沒有哪幾種菜 如果想這樣醃是必要的呢? 洋蔥 洋蔥, 是 蒜子 是, 即是蒜頭 是, 蒜頭 好 有一個浸 好, 通常醃多久? 通常醃半個小時 前面這一碟就是醃了半個小時 是的 好, 已經醃好了 接著我們會做什麼呢? 接著我們下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先煎了蔥 好 火要怎樣? 小火就可以了 小火 是的 真的沒有怎樣加鹽的東西 是醃的時候少許醃油那類 是的 這個菜汁是純天鹽一點 健康一點 而且這次我用橄欖梨漬 是 好, 現在我們再放進去煮 這個時間火就可以大一點 好 為什麼呢? 我要一下就要把麵包拿出來 把麵包拿出來 把麵包拿出來 鎖住 鎖住肉汁 是的, 這次很重要 這次是煎牛扒也好 或者是煎牛柳 是的 你看看 所以油要均勻一點 現在很熱 文哥, 看看你怎樣鎖住它 先把麵包拿出來 用蔡汁醃, 其實那個溶底會怎樣? 會鬆化一點 不用像外面加了粉 是 鬆肉粉 還要破壞味道 是的 這樣就不會怎樣破壞味道 我們現在看看, 很快 是的 這次我採用了巴西的牛柳 要煎到多少成熟? 大概三成左右就可以了 好, 很香 對了 反正一下, 煎好兩邊 你可以… 旁邊, 因為很厚 對, 如果切得厚 如果切得厚, 你就要動一下 動一下它, 把它封住在裡面 我通常沒有你那麼好, 心機一塊來 搭四塊一起翻一翻 加蔥 是 紅椒 一邊放的時候, 一邊翻一下 一邊翻一下 很香 XO醬 很香 沒有野味的 對 看你能不能吃辣 我可以吃辣 如果能吃辣, 可以多加一點 如果小朋友多的, 你就加一點 我小朋友已經吃得很辣 有一點點香 你看 多漂亮 差不多了 好, 現在就加蒜蓉 好, 最後我加… 是橙酒 這是它要的什麼味道? 酒香? 酒香味, 對 是 好, 這樣吃得了, 三個 可以, 這樣吃得了 好 讓觀眾看到 你看, 像小炒一樣 做到, 像這個牛肉 很香, 很有鑊氣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吃法 還有下一個吃法 好 接著那個我會先煎野菌 接著是另一個 是切了一粒的, 這個牛柳 對 因為要爆才有味 不然又好像很浪費 也不用加鹽了 你想吃菇的味道 是 好, 那我先放起它 對 備用, 待會用的 去煎牛柳粒 其實粒和你剛才一整件 其實是整條牛柳 整條牛柳 對 現在就切了一粒 其實有沒有說 那個口感會不會有點不同呢? 味道不同 味道不同嗎? 對 因為我這次用了黑松龍 就是煮法不同 對, 煮法不同 對, 煮法不同 味道不同 好 要不要夾細一點 細一點 細一點 蒜蓉是爆香的 蒜蓉是背牛柳 真的很好 對 就是牛肉 加入這些紅黃椒 加入野菌 不用煮 很可愛 其實這些東西放在旁邊 但也吸到味道 對 然後我下少許的黑松露 黑松露有沒有說 怎樣下才不會浪費 現在是否開始升了 對… 少許的糖 少許的蠔油 我這次會加少許的黑醋 黑醋如果早前會揮發 黏了 對 很濃稠, 白濃的黑醋才這麼濃稠 我已經聞到那種混合黑醋 和之前的蒜、肉味 那可以了 好 放一放給觀眾看 兩種不同的口感, 一整件 還有切了一粒的牛柳 好, 上碟了 謝謝文哥 謝謝, 做得這麼香, 很想快點嘗 但有沒有說哪種應該先吃? 如果我介紹, 我會先吃淡味的 淡味的就是第一件, 成大件的 是… 可以試嗎? 可以試, 蒜片 加上蒜片, 一起試, 是嗎? 是不是我阻礙你們? 很香, 又不能嘗試 很好吃, 像在吃那些… 蒜片一樣, 對 很香, 而且很鬆的牛肉 加上蒜片, 很多 很甘甘香 吃到嘴巴的聲音, 很香 口感不同, 又脆 我可以試試濃味的 對, 你試另一種 很香 菇入了香味 濃味的… 很有鑊氣味 濃味的味道比較複雜 因為有松露和少許耳大草 有氣泡位 對 所以口感完全不同 整個人的感覺比較複雜 謝謝 謝謝文哥… 謝謝